嗨 诸位好 这两天看新闻又出了个创收的新招 以后呢 集中隔离也要收费了 现在来看云南 镇雄 重庆 还有几个城市已经开始实施了 收费标准呢 云南这边是每天100元 宾馆是150 重庆那边要贵的多 重庆那边的300起 以前只针对从国外回国人员进行这个隔离费用的征收 现在呢 就是你本地的出现疫情了 成密接了 你也要隔离 那么你就得自费隔离 如果有些人说不服气 老子没钱怎么办 没事 可以记住你的真信记录 或者把你交给警察叔叔处理 交由公安部门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 不怕你不给钱 是吧 即使说 李克强总理报道说 咱们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 那云南肯定是西南边陲嘛 收入最低的地方 他那地方估计也不满1000吧 好家伙 一天150你算算 隔离他个十来八天 一个月收入没了 他那谁受得了啊 对吧 又耽误工时又隔离 这下两个月是吃空想 空转了 谁受得了 本来就雪上加霜没工作 重庆这边得300元起 这下从外国回来的是400加100 现在国内这边你看重庆是300 我估计陆续会有别的城市加进来 如果有人怕邻居不去隔离 这个你放心 就像前段大连时间 大连公交车要求带N95 一个老头没带 哇塞 那车上大骂七嘴八舌 直接把他轰下去 骂着他狗血喷头 哎呀 你想想 你只要被人就是说在群里说一声 立马就是邻居的唾沫都能把你淹死 如果你不去隔离的话 真的是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虽然国务院防疫办一旦强调不允许过度防疫 但是下面做出来的事情是一直刷新着大家的三观 能润就润吧